你好 欢迎收看KiniTV快报 我是叶思雨 最近掀起争议的猪肉扁蛋饭课题 令前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感叹 大马不宽容的现象是否再加剧 哈尼巴也是晨信党前雪邦国会议员 他昨天在面子书表示 他意识到一些穆斯林强烈反对这道菜色 这让他感到惊讶 针对猪肉扁蛋饭或许会令穆斯林混淆 哈尼巴认为除非穆斯林到非穆斯林的餐厅用餐 否则几乎不可能引起困惑 他也提醒尊重非穆斯林的权利 是伊斯兰教义的主旨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早前社交媒体流传推荐猪肉扁蛋饭的影片 引来穆斯林餐厅业者协会主席查瓦哈阿里批评 有关影片侮辱穆斯林 而且或误导穆斯林光顾非清真餐馆 当主苏烈士随后强调 他的使当在华人店 并且有清楚注明是非清真实物 苏烈士接受KiniTV采访时也指出 争议发生后他的生意更加兴旺 而且他感受到各界的支持 包括穆斯林朋友的支持 他也相信查瓦哈阿里挑起这个课题 并非出于恶意 国盟总秘书韩沙赞努丁早前指控 团结党江沙国会议员伊斯干达 因为被恐吓才转而支持首相安华 韩沙如今表示 他们还在收集证据 之后才会报警 不过韩沙直言 即使报警也难以将安华和事件联系起来 但这么做是为了制止威胁议员的行径 伊斯干达是在10月12号宣布支持安华 韩沙随后指控团结政府滥权 通过反弹会官员恐吓让伊斯干达倒戈 不过反弹会否认威胁伊斯干达 安华则抨击韩沙污蔑政府 并要求韩沙向当局提交相关证据 除了伊斯干达 那名国会议员苏海利也在10月30号表明 基于选区人民面对的民生问题 她决定支持安华 除了指控团结政府恐吓国盟议员倒戈 国盟今天也揭露 他们的议员街道利诱 伊倒戈支持安华 两名国盟议员出席国盟记者会时出面指控 有人以在选区新建酒店为右耳 试图拉拢他们倒戈 这两名议员是土著团结党古邦巴素 国会议员古阿都拉曼 以及伊党务术国会议员蔦朱继菲里 两人不约而同的表示 他们分别通过WhatsApp和电邮接到现役 说要在他们的国会选区新建酒店 我已经取得了一封印尬 在过去一段时间获得观众热烈支持 不少人通过捐款来协助我们 因此我们通过下方的跑马灯 感谢捐款的观众 如果你认同KiniTV和当今大马 欢迎你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或点击说明栏里的链接 捐款支持我们 这能让我们有更多的资金继续运作下去 在独立媒体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此外我们也感谢许多捐款后 没有留下方名的观众 因为你们默默的支持 也令我们深受鼓舞 国防部最近针对新国民服务计划的答复指出 涵盖对象是16到35岁的国民 结果在网上掀起质疑和抗议 国防部如今澄清 参与者是按照出生年份挑选 如果是明年举办 只有2007年出生 也就是17岁的青少年会被传照参与 国防部今早发文告指出 如果被选上的国民无法参加国民服务 他们则可以申请延期 而参与者的年龄上限是35岁 国防部表示希望这个解释能消除民众对国民服务3.0参与者年龄的疑虑 誓言于有媒体报道 国防部部长莫哈默哈山通过国会书面 回答双西大年国会议员莫哈默道菲 于星期一提出的口头询问时指出 在国民服务法令下 只有16岁到35岁者将涉及 不少网民对此感到担忧 抱怨必须放下手上工作参与国民服务 更有梗图流传 呈现30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国民服务 必备的入门包包括了万斤油 肌肉阵痛药等等 无论如何之前两轮的国民服务计划 主要征召的对象都是刚考过大马教育文凭 SPM的年轻学生 年龄在17到18岁之间 马哈迪昨天拜访登加楼州务大臣阿莫·三苏里 等一众登州政府领袖 以商讨国盟旗下四周的经济发展事宜 Astro Avani报道 马来人宣言动员局主席凯鲁丁透露 马哈迪在闭门会议上强调 必须尽快建构四周政府SG4的正式架构 以启动四周的投资议程 而SG4领导层必须立即于轻商的州政府 以吸引更多海外直接投资 根据凯鲁丁 会议上气氛积极 维持将近一个小时30分钟 他也表示 国盟旗下四周已经敲定了几笔投资 可以集体启动规划 汇集国盟四周 此外 凯鲁丁也透露 马哈迪的这趟旅程也拜会了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哈迪早前在一党大会发表政策演讲时 曾经表示 马哈迪作为国盟SG4顾问 将发挥重要角色 成为国内外投资者的桥梁和大门 换个焦点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11月1号通过 哈马斯国际融资预防法 以制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 伊斯兰圣战运动的外国支持者 虽然有关法案还有待美国参议院通过 但外交部长赞比里说明 外交部会先彻底检视这项法令的内容 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赞比里说 巴勒斯坦的情况正在恶化中 但国际社会却让问题变得更复杂 没有寻求最适当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另一边乡 国内出现失声 手持玩具枪挺巴勒斯坦的风波后 巴勒斯坦驻马大使瓦利德·阿布阿里对此表示 如果这样做只是为了表达精神上的支持 这很好 但就仅限于此 瓦利德今天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他非常感激马来西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以及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 而做出的所有努力 但他坦诚 期望大马人到巴勒斯坦抗争并不切实际 马来西亚在地理上太远了 此外 瓦利德也强调 巴勒斯坦人宁可为保卫巴勒斯坦而死 也不愿意到其他国家当难民 国际政治组织自由党国际上个月发声明声援以色列 结果波及公正党 有网民日前指控 自由党国际的网站显示 公正党是成员之一 但是公正党澄清 他们不曾加入这个组织 是有人企图把公正党和他点系在一起 公正党宣传主阵法米今天发文告重生 公正党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同时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暴力行径 他们也抨击以色列压迫及杀害巴勒斯坦人民 据了解自由党国际是个由世界各地自由主义政党结合的国际政治组织 其总部位于英国伦敦 这个组织于10月7号发声明声援以色列 同时谴责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从加沙袭击以色列 当今大马检查自由党国际网站时发现 除了公正党 他也把民政党列为成员 当今大马正在联系民政党以寻求回应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订阅KinneyTV的面子书YouTube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会